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事关联到我自己 我觉得都聊郭德纲 郭德纲藏密排油减肥茶的广告 看了吗 央视315晚会给揪出来了 说这问题那问题 现在网上就全是一通争论爆菜什么的 我觉得中央台打假一点都没错 但是老百姓怨郭德纲 实在是我有点替郭德纲冤得慌 你说 你这身份说这话可要小心 其实文涛你不这么觉得吗 我觉得何导也会 就是作为明星做一个产品的代言人 他还能做到什么份上去 他又不是专家 他又不是有关监察部门 他能够做到的就是 你们把所有的这些证书拿来 我看我知道 你这是一个被通过的合格产品 郭德纲不是说自己都还服用了吗 我觉得我看了这事 我觉得就是实际上是不是中央台的本意 我不了解 又是说春节 不像春节晚会 当人喜欢这样的 这个本意我不了解 但是最起码让我觉得这事 有这嫌疑 你觉得有这些 这不是把我们中央台庸俗化了吗 也不能说 就是因为我觉得是中央台把这个打假用这件事本身给庸俗化 你有什么根据这么说 你比如说有几个 第一呢 就是说我们不能要求名人做广告 这个事情你没有法律禁止 他不能做 第二也没有法律规定他应该怎么做 第三他自己不可能去成立一个研究所 说每次我要代研一什么东西 我的研究所里要证明这东西是没问题的 他只能依靠的国家 纪检部门 工商部门等等的这些 拿着纳税钱来工作的这些人开的证明 他来决定我接不接这个广告 我替不替这些产品去代研 而且呢 就算他代了研了 有的人吃了管用 有的人吃了不管用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你无论是饮料 无论是药 是吧 你你不可能说同样的药 你放在同样的不同的人身上 他都起作用 这不可能吗 所以有一些有一些观众那个提出说 你这个明星你你代言这种产品 你用过吗 有效吗 首先这个明星没有这个义务 一定要他要自己去用 第二他就算用了 他就算是用了 他说有效 就等于你有效吗 你一定有效吗 那不一定 对啊 你刚才讲的这个人中央台已经正式否认了啊 说我们绝没有什么 因为郭德纲不上春春晚才弄315弄这事 这是一出 但是我说啊 这个事咱他可以分两方面说 哎 咱这主持人得装平衡嘛 就是说你老是讲 从郭德纲 从名人 从公众人物这个角度上讲 呃 要慎重吧 这个慎重 这个呃 自我的有则改制 无则加免 这是无限的 对吧 这是这是无限 这但是我跟你说 我我我我我就我自己啊 接广告 人家有的人清白 就是说干脆 我不我不拍广告 对吧 我不敢说这话 虽然我也没拍过啊 但是呢 我觉得我不是出于什么功德 就老是承认啊 真的是出于避祸 就是说啊 如履薄冰 千万别出事 所以这种就仅是呢 我为什么想到郭德纲那个事 他拍的是个什么广告 你比如说啊 我有过一次事 挺有意思 也一个减肥 一个啊 一个减肥的一个药 你知道吗 咱们公司帮我都接了 我也答应了 其实我是代价而过 我也答应了 一大块钱都收了 最后一刻 你知道这挺惊险的 最后一刻给人道歉 给人解释 把钱退给人 就说这个不做 为什么 因为我一直以为 他拍的是那种30秒的广告 然后到最后一刻啊 我拿着这剧本了 拿着剧本 我一看 这是一场戏啊 那一上次说 他写的都是台词 你知道吗 一说 大家好 我是凤凰卫视的主持人 窦文汤 今天在我们这个现场啊 我请来一位当年的芭蕾舞演员 大家知道吗 他当年不跳舞之后 一下子变得这么胖了 现在他怎么又回到当时跳舞的样子呢 完全是用了我们这种 然后这又是一位相声演员 他 我一看这个我就有点 二销广告 而且他是在那种地方有限播出 我就有点害怕 就12年以后 我就有点害怕 所以呢 这个回来 老人说挺心疼的 一大块钱的 其实这个东西啊 其实观众可能有些观众 消费者不太理解 以为一些名人到电视前面说 产品也好 说那些广告语也好 好像是名人自己编的 其实不是 他一定是一个创意公司 或者创意人 然后呢 跟厂家或者跟他的广告代理公司 完成了一个台本 广告的台本 因为我也拍过广告嘛 作为导演来讲 对对对 那这个呢 是你不能改的 你导演也没有权利 去修改这个创意公司的所有的对白 那创意公司都是OK的事情 然后呢 演员等于是拿到了一个剧本 等于是在这去按这个剧本来演出 关键就是这个剧本应该是值得信赖的 就说这个剧本应该经过三审五审 经过相关的部门 我说这部门 说现在就是这么个问题 为什么我就说 对 大家在说郭德纲如何如何 他应不应该就说是以后慎重一点 这是他自己的一个反省的问题 对吧 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 如果说这个广告违规 你从根上说吧 就是说这产品怎么上市的 这产品就就像你上 这广告怎么上电视的 如果郭德纲他说的是真的的话 就像你哥会说的 我觉得通常像我们要求比较低 也就是这样了 你的批文 你的审批手续 权力部门的认证 你给我 那么合格 然后我自己用了 我给邻居用了 那还怎么着 我觉得他已经不错了 他自己用了三个月 而且他觉得还有效果 又给他的助理 给他的朋友 给他邻居 又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这才决定接的这个广告 我觉得这作为一个名人 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 我觉得是个 跟大家各方面都共勉的问题 就是说 比如说你要求郭德纲的问题 也公众责任 公众道德 什么德的 你要负责任 对吧 那这广告也是媒体登的 媒体播的 前几年讨论过这问题 说电视上那么多广告 那难道说 他媒体不负责任吗 广告部不管吗 只要给钱就播吗 那你问郭德纲的问题 是不是也可以用来问电视台呢 不是 那公共汽车也是啊 那公共汽车上 喷的那广告 那谁喷的呀 那不是郭德纲自己去喷的吗 总监有一个人同意 他喷的那上面吗 那报纸上登的那广告 都是谁批准登的 那跟郭德纲有关系吗 跟名人有关系吗 所以这个事情我就觉得我觉得有一个网友写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特别好 你不能因为什么呢 不能因为强奸案呀 增多了 是吧 你就制定一个妇女禁止出门法 但是确实你不是有那老大爷就出来 你不是要要要告吗 就说那你明星在我心目中是有形象的呀 我就是冲你买的 你我就相信你 你把我给坑了 那你不能不能这么说呀 你相信他他不是药剂师啊 你相信他干什么 但是话又说回来 老百姓真的是很可怜很无助 你让他相信谁去呢 不 那他不能这样 因为你首先要买一个药 你觉得郭德纲或者说是许歌辉 或者说是文涛 你们做了广告 我看了 我喜欢你们人 我首先呢 这条广告吸引我了 然后呢 我一定要去问一下 药店你问一下这些东西 我看他的一些合法的证明啊 什么东西 这些东西的东西是你要 你自己要 要去这个这个这个 要做的工作 他只是吸引你知道了这个品牌 他并没有保证你 这个东西在你身上一定见效 或者没有副作用 其实啊 你们说着让我想到什么呢 就是咱都承认明星名人 私人生活里私下里的事情 不需要对大家负责任 这都承认吧 所以说的就是在公共生活中 你出现的时候 我现在觉得啊 呃 人民有一种期许 这种期许有点类似于过去孔子讲的 那种士大夫的这种人格 就是说你在任何场合 你甭跟我说剧本啊 说什么这个那个的 对吧 我你在公众生活当中说的每一句话 你都应该是一个统一连贯的人格 而这个人格是高尚纯洁 你你你应该就是 所以说他甚至要求 你比如说这主持人拿到这个台本 不行 这句话 我不能说 我没调查过 我得请一侦探公司 我查清楚了 要不我不说这话 那就是老百姓 相信名人 呃 相信政府 职能部门要高 是这个逻辑吗 你这问题问的我没法说了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这最近我不犯错误吗 改过自新吗 所以呢 领导人教育我啊 我们这节目他密切监控啊 哎 然后他说一句话 确实跟这个郭德纲这个事有关 他就是说啊 说你不是小人物啊 你是公众人物啊 你得牢牢记住 你不能老拿自己当普通人 当小人物 哎呀 这个就你知道吗 我我这个干这行 我最大的矛盾 就是在这个地方 因为是什么啊 就是说 你得承认他说的是对的 作为公众人物 在公共生活当中出现 你确实 得管着点资格吧 你确实 咱就说得装 对吧 咱就装 你也得装出一个人民群众 喜闻乐见的形象吧 对吧 装的很有道德吧 可是问题在于 我这人较真的是什么呀 我我我发誓 我真的感觉不到 我真的感觉不到 早年间有点虚荣心 觉得自己大小有点名 这几年连那都没了 我真的感觉不 就是说我觉悟低 我感觉不到 我是个跟普通人 不同的人 就他不是真的 你知道吗 就是说 你对公众人物提出任何道德上的期许 理想人格的期许 都是完全应该的 甚至说公众人物 你做错了事 你道歉 你反省 你要你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格修养 也是没错的 可是我要说 这不是真相 那该相信 就是说应该什么 和 我也大小见过几个公众人物 我跟你讲 你会说一个 你说某一个公众人物 他道德比他高 但是咱要大面积的说 真是不符合我的观察 他不是真相 就是说大面积的讲 没有什么证据说明 我见到的那些个公众人物 道德人格 道德风尚 你举出一个道德高的 我永远能在普通人里举出一个道德比你还高的 所以说呀 这个这个事不光是公众人物的事情 道德水准 情操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问题 不是说这是一个名人的问题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高啊 不管你是公众人物也好 还是一个普通人物也好 但是由于公众人物 你你往往是由于呃 比如说更更便利的可以在这个媒体平台上出现 一般都是说 所以你有示范作用 这个示范作用 我觉得还是重要的 由于你有这个示范作用 所以你还是要言于利己的 也就是说公众人物啊 我觉得更应该夹着尾巴做人 因为你已经得到了很多了 而且这些得到呢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呢 在别人看来好像是容易的 就是你想观众喜欢你 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理性的分析啊什么的 他就是喜欢你了 但是观众恨你 怨你也是很容易的 恨铁不成钢 观众希望你是钢 斯大林就是钢的意思 观众希望你是钢 但你怎么老是呈现出铁的那一面呢 观众不干了 这个我倒是觉得 收敛吧 是应该的 是吧 你说的那个我也同意 就是名人嘛 你们自己对自己的这个道德的 要求啊 要比一般人啊 要自己要自律啊 要更高一点 但是也有一问题 就是说 还是要要更自我 就是说你要知道 你你虽然约束 或者说你去收敛 加着尾巴也好 但是你不能是一个假的人 就是你不能把自己给做假了 因为这个社会虚假东西太多了 你要名人都在做 当着自己的粉丝也好 当着喜欢自己的那些 普通人也好 你去伪装成一个和平 斗文涛或者等等的 我觉得那东西都是假的 斗文涛 所以 但是呢 你呢 领导呢 可能就希望 就说你那么假一点 假可以 但是你都得必须要做到这个 你知道吧 人不就像学雷锋一样 拔苗助长的 过去中国的这个儒家容易带来的问题 就是什么 塑造成伪君子吗 就是说 对 你那个理想人格当然好了 当雷锋当然好了 但是你还没做到之前呢 你还不能说自己 就是 所以我现在觉得这个争论 说到底是个什么呢 被骂 就是公众人物的命运 你这是正常的 因为什么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在公众生活当中啊 你在演一个东西 这里边寄托着大家美好的理想 你也有责任 你靠着挣钱嘛 说吧 你得演嘛 但是你这个演的过程是个什么过程呢 不是个已完成的过程 而是一个所以公众也要踏实 也要明白 他会不断的犯错 咱就看着他能不能越来越自我更新 在观众面前不断的自我改造 呈现出一个人 从小人到君子 这是一个发展进程 一个不断自我修养 不断鸣心见性的一个过程吧 我倒是相信这个骂与被骂 这是一个过程 会是一个过程 一个社会和一个人群成熟的过程 在早期不成熟的时候 比如说在这个经济大潮的冲击下 在一个贫富差距越来越 越明显的情况下 这种骂与被骂可能是一个必然 但是我相信这个社会会越来越成熟 就像那个公众也不会那么轻易的就去喜欢一个明星一样 他以后呢也不会碰上一点点小事 就觉得生这个心理上非常承受不了 觉得把这个所有的怨恨都发到这个公众人物身上一样 其实这不是说都骂郭德纲的 我发现争论就众说纷纭 甚至还有人说的又庸俗话 说全是羡慕激都恨 这不是 我现在觉得有些挺极端 你像我还是属于向好的 就是我觉得我不好 但是呢 你比如说我恨不能当播音员呢 我念的是别人的稿 那行了 但是咱这种节目 你藏不住啊 你人格低那玩意的没办法挡不住 你知道吗 你得只能慢慢进步 你像我还听过一名人饱受这种空击困扰的 他说的那个那就是消极的 他就说 我不认为这样 那为什么呢 我当时走上这条路 我就是干活拿钱 对 一般都是说你既得利益者呀 你那个享受了很多便利吗 他说那为什么不能这么理解呢 好 我就是这样的人 那观众 你如果觉得我不好 你会对我慢慢失望 你会骂我 于是我慢慢没市场了 于是我就丢了饭碗了 于是这就是我的教训 你说他甚至这么想他的这个历程 我倒是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呢 总说公众人物 名人 我们其实还应该强调一个概念是什么呢 是公众机构 这个名牌机构 什么意思呢 我想说的 就是我们国家的各个政府机构 这个职能部门 他应该去很好的去行使他的职能 不要把这些责任都推到名人身上 名人他只是一个个人 其实你比如说这个 你工商部门 你税务部门 你各种监察 质量管理部门 你应该承担起你的责任来 为什么老百姓 他他一怨 他就去怨那些人呢 个人呢 因为可能在我们很多的这个民众概念里 那个机构啊 是一个强势的 他没辙 他没有办法 他无法去和他抗争 他只好把这个气撒在人身上 所以现在这个 这我是比较同意的 因为我觉得 就从郭德纲这事上 其实我就看出来了 你说这个晚会前面 工商局也好 治检部门也好 都知道这个 这个这个事了 为什么这个晚会完了以后 第二天去把所有的药品下架呢 这不就是都设计好的呀 你一看是设计的一东西 嗯 贺导 贺导 揣测 揣测啊 但是现在确实很多药品广告是导演出来的 网络视频都出现讽刺这种现象的视频 我可以给贺导人你看一段 嗯 为了一生 我们产品的神奇功效 我们特别有请中国著名画家 中国美术家常任理事 郭海诚先生 我不去演什么戏呀 我这一天卖一扇半主 我找这摊谁看着 七块五 您那好了 你去吧 我们这亲戚说一天二三百个人当演员 还管饭呢 去吧 真的是好生 去吧 没错 你去吧 不要跟我试试 怪诚先生由于平时工作太忙 没有时间顾及自己的身材 所以体型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你别笑我了 我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 每天把我所有的心事都放在绘画上 我的作品约了别人 可我是成了这样 没有关系 我保证你在十分钟之内找回资讯 看那医疗广告好玩吗 我觉得这个讽刺小品拍的真的相当不错 因为你如果不是你先告诉我说这是一讽刺小品的话 那那医疗广告那个就是那种广告 有一些医疗广告就是这么拍的 没错就会天天在电视上你都可以看得到 我记得在我刚生完宝宝那一段时间 我还真的是为减肥挺发愁的 在那一段时间每到12点以后 你就看地方台经常会有各种类型的减肥广告 后来我想想看 也真难怪老百姓他们会上当 会去买会动心 我那个时候我们做媒体的 我们知道很多广告 那根本是瞎掰对不对 但是我真的那时候 我真挺动心的 因为你自己为减肥这个事情还是很苦恼 那他一会说什么肚脐下方什么抹一滴 然后耳垂后边抹一滴 你想这么简单 那也不过是几百块钱的事 我试试呗 我真动过心的 你知道我还看过那有的那个 就说我当年讲黄段子 那算怎么回事 我当年倒的水平很低 但是我现在看那个都是那种怎么壮扬的 就是男性生殖器增大 忽略我一下纪录片 在非洲丛林里有一个部落 这个部落的男性都大 原因是他们都吃某一种树叶 然后每个人出来了 说我们就是用这种树叶做的 所以看来媒体影响 不光是影响普通人 也影响是吧 很有智商的人 是吧 也影响 所以我觉得真正应该自律的 就是这个媒体 尤其是电视媒体 是吧 你这个电视媒体 你自己不把关 你把责任都推到代言人身上去 你不播 消费者就不知道 你看哈 还是他就不为钱了 媒体就不为钱了 我对这个事啊 做过很多次节目 所以我现在方方面面 我全清楚了 中国出了一个什么事啊 就是说 大家都在说 怨他 怨他 实际上你说不出来怨谁 就从根上开始 你就检讨吧 对吧 这产品怎么出来的 怎么审批的 怎么拿到这个证明的 怎么拿到执照的 怎么找到明星的 怎么给明星设计台词的 一直到最后 电视台广告部 怎么收了钱就播的 报纸版面 怎么就给了版面的 你说谁 谁 谁清白 是吧 中央台跟踪报道 所有拿回扣的这些人 在这些电视台报纸 登了这个广告的人 全部给递出了 一网打尽 所以最终还是 一个诚信的问题 就是你那个内心的 那个欲望 你那个最 就是最本心的 那个得到善 我说不拍广告吧 其实也是